国内的疫情严峻 为了要降低群聚的风险 各级学校的毕业典礼 通通都改成线上视讯或者是停办 那么市长魏嘉贤特别拍摄了一支影片 来恭喜同学们完成人生求学的一个阶段 并且给予祝福 市长魏嘉贤表示 6月份是毕业季节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不论是大学高中或国中小学生 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 都无法聚集参加毕业典礼 有的改由线上举办 有的则是停办 让即将毕业的孩子们很失望 因此市长特别录制一段影片 透过影片把他的祝福和勉励 传递给所有的毕业生 各位同学们 恭喜你们毕业了 恭喜各位同学顺利完成学业 今天是属于你们的日子 大家一定也没想到过 在最后的时刻 竟然无法回到学校 和老师跟同学们共聚一堂 说一声珍重再见 也无法在学校里面好好地告别 只能透过荧幕的祝福 相信心中难免有一些遗憾 但这就像人生的一堂课程 人生的无常 必须要勇敢地面对 勇敢地克服 这一年多以来 全国社会都共同在上一堂课 在学习如何防疫 如何抗疫 如何与疫情共存共处 许多人也在学习面对生理识别 很多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 让我们措手不及 但是面对各式各样的困境 我们要勇敢冷静地处理 努力地去克服 相信困境很快就会过去 毕业多少会有一些焦虑 但是要勉励大家 不要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 最后也要祝福每一位毕业生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都能够一切顺利 祝福大家 红尘万里展翅高倍 给毕业生的祝福影片 已经录制完成 各级学校如果需要影片 也可以向花莲施工所 敏证客来索取 电话是03-833-0172 分析24 叶小姐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